花蓮著西鄉一處公寮 下午被台灣黑熊闖入破壞 林燕鼠貨報到場 發現黑熊躺在屋內全身抽搐 當下緊急送醫 但是在途中就失去生命跡象 林燕鼠初步研判 這是一隻中老林的公熊 疑似肝指數過高 才會肝衰竭而死 不過確切的死亡原因 還要進行解剖離情 天色昏暗 眾人小心翼翼 從屋內把黑熊辦了出來 發現他全身抽搐 還不斷急喘 趕緊啟動救援 黑熊冰烟烟的躺在地上 看起來虛弱難耐 19號下午 花蓮一位民眾 發現自己在酌西鄉古峰村的公寮 遭到破壞 才發現闖空門的 竟是一隻台灣黑熊 趕緊通報林燕鼠人員到場 利用大龍炮和喇叭 試圖驅趕 卻沒反應 驚覺狀況不對 才發現他已經倒握在地 還全身抽搐 看到小熊躺在木板上面 但是已經沒有意思了 經過給予真印記 花蓮公寮發現他的右手掌前方 有受傷的輕微狀況之外 全身並沒有受傷的狀況 黑熊在送醫的過程中 已失去了生命跡象 林燕鼠初步判斷 這是一隻已是中老林的公熊 且體型瘦小 體重只有60公斤 透過血液判斷死因 一次是肝指數過高 導致肝衰竭 但確切的子音還要解剖理清 花蓮酌西鄉又稱為黑熊之鄉 經常有黑熊出沒 這回台灣黑熊為何闖入 並破壞公寮 後續也要了解 記者曾經夜花蓮報道